喂 镇子没熟啊 我们有一首歌要送给两位炖仔 真的吗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打工人嘎嘎 这里是演化世界 综艺 大湾仔的业正在业博在新一期的节目中 大湾仔们别出心裁的邀请了大湾区各地的美食家们 举行了一场美食交流会 说是要切磋美食 但哥哥们也是心里有素 其实也是看看别人有多厉害 而自己有多菜棒了 为大湾仔拿出 各自的拿手菜 而张志玲没有选择做虾酱炒通菜 而是选择了甜品漏奶花 因为他炒的通菜被顾客说又老又闲 所以才选择了 相对来说 没有任何气素含量的漏奶花 即便是厨房门外汗 也基本上可以轻松驾驭整个大排挡 谁是混着相信 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 在之后的节目中 嫂子团空降大排挡 跟彩儿和袁勇一上来就被推上了 临时店长的位置 两人也是毫不留情的死坊老公陈小春 张志玲不堪骚扰 几位哥哥齐唱两只老虎 也是很会做事 备 vaig习惹 construction 消灭